毫無疑問20年來 馬斯克是由矽谷走出來的 最成功、最有紅心壯志的企業家、億萬富豪 他的前半世從來都沒有把賺錢作為最終目的 不過財富最終滾滾而來 馬斯克的傳奇 吻涵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知道的金錢秘密 這些秘密 學校不會教、父母不會教 甚至一輩子都不會有人跟你說 因爲只可領悟、不能言傳 想通一些、亦足以負足一生 大家好,我是李瑩 好多人想去探究馬斯克財富的秘密 不過就不知道 Elon Musk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企業家 你由他身上拍者學不到 和賺錢與成功學相關的東西 但是大音犧牲、大盜無言 不求財富而財富滾滾而來 這才是財富的最高境界 很明顯 馬斯克首先是一位夢想家 是一個有能力 將夢想變成事實的實幹家傳奇 創造財富不是巔峰 亦不是終點 而是為人類留下痕跡的夢想的起點 而真正令人羨慕的是 他可以一直用生命去駕馭財富 他首先是為與生俱離的使命感 所驅使的理想主義者 其次才是實業家、創業家、億萬富豪 在他的半世裡 你可以最先看到他的眼淚 他的豪情 和他的堅韌和成功 人最先注意到他 是他輝煌的業績 而歲月最先賜給他的 是崩潰的眼淚 在鋼鐵俠的愛殼之下 覆蓋著馬斯克的痛苦 脆弱和無助 在一次訪談他說起他那一年來的警方 一時流淚 一時又歡笑 他說他的企業已經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刻 但他個人地獄折磨才剛開始 馬斯克說 那年他經歷了從未有過的艱難、痛苦 和身心疲倦 那一年47歲生日 是在工廠裡度過的 沒有親人、沒有妻兒 也沒有朋友的陪伴 除了工作一無所有 那一天他連續工作了24小時 在一年內 馬斯克每個星期工作接近120小時 連續3、4天留在工廠車間 唯有安眠藥才能讓他入睡 馬斯克童年時光 和父母一起在南非度過 八歲時父母離異 馬斯克和弟弟選擇跟父親生活 父親嫌我易怒 用馬斯克的說話來說 你可以想得到的 幾乎所有邪惡的事 他父親都對他做過 童年的馬斯克不喜歡說話 極不合群 經常躲在家裡靜靜讀書 親戚朋友都以為他是個龍啞人 我是靠書本長大的 然後才是我的父母 馬斯克這樣說 在學校 然後一班男生衝上去 對他拳打腳踢 有些人站在兩邊踢他 而為首那個抓住他的頭 用力撞在地面 馬斯克說 我一直避開這班黑幫團夥 但不知道他們 為何都要追著我不放 他們是一班癲人 我暈了過去 大概一個星期之後 我才回到學校 2013年 馬斯克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透露 這次被打的經歷 被他帶來了後遺症 他因此做了鼻樑整形手術 馬斯克被這群惡霸 無憂子糾纏了3、4年的時間 他們竟然還嘔打 馬斯克最好的一個朋友 直到那個小孩答應 不再和馬斯克玩才收手 還利用他最好的朋友 引馬斯克出來嘔打他 馬斯克說 這樣太令我傷心 當講述這段往事的時候 馬斯克的眼濕了 聖任戰鬥說 出於某種原因 他們決定無憂子糾纏我 這樣令我在成長過程中 飽受艱辛 那幾年我根本沒有喘息的機會 這群人不停地糾纏 每次都把我打到狼狽不堪 然後我回到家 但家裡的氣氛也一樣那麼可怕 這種恐懼似乎永無憂子 直到1988年 馬斯克即將年滿18歲 他終於有機會令到加拿大護照 直下義無反顧上了飛機 徹底告別了這個 正是被他留下痛苦回憶的國家 2008年8月2日 SpaceX第一次火箭發射實驗 在倒數計時的最後一秒被臨時終止 SpaceX立即重新部署 準備在同一天進行第二次發射 所有一切看起來都非常順利 聶英一號 在沒有任何問題的情況下 成功升上太空 加州的SpaceX員工 通過網絡直播觀看發射全程 大家激動到歡呼不已 但正當一級戰體和二級戰體 要進行分離時 火箭突然發生故障 事後分析發現 在分離的過程中 新的引擎突然產生沒有預料到的巨大推力 導致一級戰體和二級戰體相撞 造成火箭的佔斷和引擎損毀 這次發射失敗 令到SpaceX軍心大亂 人的情緒在30秒內發生180度的轉變 就好像世界末日 成年人通常不輕易哭泣 但那天他們都開始抽泣 所有人都身心疲倦 馬斯克立即趕回來 按為員工並鼓勵他們 泛道崗位繼續工作 他說 馬斯克在公眾面前聲稱 SpaceX計劃用另一艘火箭 嘗試第四次發射 第五次發射也在緊密計劃之中 並開始建造第六艘火箭 聶英9號計劃毫無疑問也會繼續下去 但事實上馬斯克的情況非常嚴峻 馬斯克事後回憶說 我當時非常壓抑 如果我們沒有解決第二次發射的原料問題 又或者發射過程中出現了其他 我們之前沒有預料到的問題 那就一切都玩完 SpaceX已經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第五次發射 馬斯克已經投入了一億美元 而且因為特斯拉的緣故 它已經沒有任何多餘的經費 第四次發射是背水一戰 馬斯克說 SpaceX的第四次發射 在2008年9月28日舉行 SpaceX團隊 將聶英1號 退上了發射台 當火箭截至升起 SpaceX總部的員工 爆發了熱烈的歡呼聲 接下來的每一個里程碑 都伴隨引起若狂的喝彩聲 在一級戰體脫離之後 二級戰體經過90秒啟動 開始飛行之後 員工徹底陷入狂喜之中 整個網絡直播室 充滿了他們 歡欣的叫喊聲 整流罩 在發射後大約3分鐘時 打開並回到地面 最終在9分鐘的旅途之後 聶英1號按計劃停止了工作 世界上第一枚私人建造的火箭 成功完成了這次狀舉 進入了軌道 500個人用了6年的時間 這個比馬斯克原先計劃多了4年半 最終創造了這個現代科學和商業的奇跡 媒體不清楚馬斯克的經濟狀況 但是他們對馬斯克危危可及的財政狀況一清二楚 而且每天取笑消遣他不穩定的財政狀況 《汽車真相網站》 在2008年5月開設了一個名為 《特斯拉死亡度計時》的欄目 並且發布了一系列文章 這些博文拒絕承認馬斯克是公司的創始人 將他描述為從天才工程師艾伯哈德手中 偷走了特斯拉的透支人兼董事長的騙子 英國著名汽車電視節目最高檔 將特斯拉批到一無時處 令他看下去好像還沒開始上路就已經沒電 人好像看笑話一樣關注 特斯拉死亡度計時 有一天甚至同時出現了50篇 議論特斯拉會如何滅亡的文章 接下來媒體報導了特斯拉的一位員工 寫給港大民眾的一封郵件 聲稱特斯拉剛剛經歷了一輪裁員風波 關閉了其在底特律的辦公室 而且銀行內只剩下900萬美元的資金 這名特斯拉員工寫道 我們有超過1200份訂單 那意味我們由顧客手中拿到的幾千萬現金 全部都被揮霍一空 同時我們只是交出了不夠50輛車 我無法眉著良心做一個旁觀者 任由我的公司繼續欺騙 廣大群眾和親愛的顧客 特斯拉能夠被續擁 都是因為這些顧客和公眾 他們不應該被欺騙 馬斯克說 我簡直是被手槍輪回宿舍 有很多人在這裡幸災樂禍 在各個方面都對我十分不利 賈斯汀通過媒體來折磨我 媒體經常出現特斯拉的負面報導 和SpaceX第三次發射失敗的報導 這些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傷害 令我嚴重懷疑自己的生活過不了下去 汽車做不下去 自己正在這裡經歷離婚訴訟 和所有的這一切 我感覺自己一無是處 我覺得我們撐不下去 我覺得說不定一切都玩完了 當馬斯克瀏覽 SpaceX和特斯拉的財政狀況的時候 發現只得一間公司有機會生存下來 馬斯克說 我只能選擇SpaceX或者特斯拉其中的一個 或者把資金分成兩半 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如果我將資金分開 可能兩間公司都沒辦法生存 如果我將資金全部給其中一間公司 它生存的概率會更高 但這也意味著另一間公司肯定要倒閉 我為此回來複去 思考了很久 就在馬斯克苦苦思索的時候 美國的經濟環境急劇惡化 馬斯克的財政狀況變得更加艱難 而在2008年進入尾聲的時候 馬斯克的錢用光 馬斯克的前妻奈利 開始把馬斯克的人生 看成一齣沙士比亞的悲劇 有時候馬斯克會對她打開心胸 但有時候又縮回到她自己的世界裡 奈利會暗中觀察 馬斯克閱讀電子郵件 如果收到壞消息的時候 她會滿面愁用 奈利說 你會看到她在腦裡和自己對話 看見你愛的人受這種折磨是很痛苦的 因為長時間工作和沒有規律的飲食 馬斯克的體重忽上忽下 她的眼睛開始出現眼袋 綿容看上去就好像經歷了 超長馬拉床之後疲憊不堪的運動員 奈利說 她看上去就好像死神 我當時覺得這傢伙會因為心臟病化而死 她好像在死亡邊緣徘徊 馬斯克周不時半夜發噩夢 還尖叫驚醒 她正在承受生理上的折磨 她會在睡著的時候爬過來我的身上開始尖叫 這對夫婦必須向馬斯克的好友 斯科爾借錢 來來的父母也願意再次抵押她們的屋 馬斯克不再使用她的私人飛機 來往洛杉磯和直谷 她開始乘搭廉價的西南航空 由於每個月要花費400萬美元 特斯拉需要完成新一輪融資 才能在2008年生存下來 為了給員工支付每個星期的薪金 馬斯克只能在同投資人周旋時同事求助朋友 她向每一個她想得到的可能擠得出一些錢的朋友 發出了真誠的請求 比爾利給特斯拉投資了200萬美元 謝爾蓋布林亦投資了50萬美元 很多特斯拉員工都為了幫助維持公司運轉 拿錢出來 特斯拉還向購買Rodestar的顧客收取了預付款 馬斯克需要這些錢 才能使特斯拉繼續運轉 是什麼動力 支撐著馬斯克走過這些艱難的歲月 企業家羅永浩曾經說 距時這樣的實業家推動世界進步 通常都不是名利 而是強烈的使命感 和充滿個人英雄主義 色彩的夢想和野望 和在極小人身上可貴的伴隨終生的好奇心 馬斯克曾經說 一定有一些原因 令到你在早上起床的時候 令到你想要活下去 你為什麼想要活下去 你喜歡未來的什麼 若未來不包括置身於行星之間 成為一個多星球的物種 我覺得這個令人非常沮喪 一種令人類更好的強烈的願望 他使著馬斯克 支撐著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當然還有那些 遠遠超越常人的敢於冒險的勇氣 馬斯克曾經說 人對冒險存在極大的偏見 每個人都在努力求自保 他還說 當你開始的時候 情況樂觀 然後 你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 你會經過一個充滿傷害的世界 在獲得了西造意義上的巨大成功 和財富之後 他仍然在內心的使命感驅使之下 不惜投入全部的財力和精力 不計後果的 去實現自己的實業夢想 Elon Musk 31歲的時候 由出售PayPal中獲得了1.8億美元的收益 之後 他拿著自己全部的財產 投身實業 自殺一樣的同時從事 航空、航天、電動汽車和太陽能 這三個發展 長期停滯不前的高科技行業 他在SpaceX投入了1億美元 在特斯拉投入了7千萬美元 在Solar City投入了1千萬美元 他什麼都沒有剩下 而且有一段時間 他躺在朋友的梳化那裡 忍受難以想像的屈辱和壓力 奇蹟地把這三個企業都做成功了 SpaceX成為熊熊航天業最穩定的運營商 特斯拉已經是全球最酷最暢銷的 信電動豪華汽車 太陽城目前是最大的消費者 商用太陽能電磁板安裝供應商 完成了這些看落絕對不可能的任務之後 他無暇停留 由野心勃勃開始嘗試 令人類能移民火星的未來十年計劃 他有破釜沉舟的勇氣 為了科幻小說一樣的宏大目標 他願意將自己的財富固住一宅 正正是這種癲腦一樣的行為 才令到後來特斯拉摩托斯的發布 和獵英9號的火箭回收成為可能 他經常引用優吉爾的名言 既然必須穿越地獄 那就走下去了 這種勇氣往往會令人絕地逢生 這種勇氣也一定會令上天的眷顧 無盡的財富滾滾而來 因為他配 好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你的收看 讓我們下次節目再見